是怎樣 在西哥有人打劫我 即是很簡單 你做YouTube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拍到 就不用我拍 你現在有多少個隔禁 各位觀眾 不用介紹 我旁邊是義傅 你好 你好 我對上次見到你 應該是舊公司的Cantain 是 幾年前 很多年前 起碼五年前 我初期是看他寫的文字 後來到了YouTube 我自己是北京所很久很久的地方 就是NU Fours 即是維尼瑞拉 你未去而已 你好容易去到 很難可以的 我南美洲全都去了 只剩維尼瑞拉 哦 不維尼瑞拉 維尼瑞拉 聰不聰聰 可以去 即是安全程度如何 只要是火產 國家本身就有經濟問題 但其實人民很好 當然 南美洲全都是南美洲 即是每個國家總有一些安全和危險的東西 只不過是你怎樣去保障自己 你好像之前也發生了一些意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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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個國家呢? 墨西哥 是怎樣的 墨西哥有人打劫我 事成為你拿槍? 刀而已 刀 OK 是的 然後 要甚麼結晰? 沒有沒有 結晰而已 結晰而已 可能我對墨西哥不太吸引 是的 但每個國家的治安 都是看你自己去哪裏做甚麼 我經常都說 你去到坐的士出入 入住五星酒店 你怎會有事呢? 我自己去墨西哥去過三次 南美洲去過七次 我都觸碰過 我知道治軍有時都會有小偷小摩 不過我都很幸運 我都未做到 你一定是豪華郵 不是的 怎會跟我呢? 我是豪華郵 我差不多第一次去墨西哥 我是豪華郵 秘魯也是豪華郵 直到南極時就開始坐郵輪 才叫豪華郵 你現在全部都是自己一個? 通常都是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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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自己 香港現在好像你這樣 去到這麼堅困的地方 很adventious YouTuber 可能只有你一個 也有的 不過我比較頻密 也有其他的 我喜歡你的風格 你依然帶有記者的風格 是的 沒有辦法 做開 你不跟其他那些 習慣了 其他YouTuber 我沒有說哪些 因為我自己看很多YouTuber 他們很自我 全部都是自己在這裏 你卻不一樣 你像是當年 柿子的做法 是的 你是有故事的 你是有角色的 然後你是有做 research 然後你會是掘一些 廣告的 廣告的東西出來給我們看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 特別一點 就是很簡單 你做YouTube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拍到 就不用我拍了 那你是否出發之前 你已經想定 我這次訪問 喂 女生小姐 你會有個狼 有個概念 大概你會想做些什麼 拍些什麼 那你就要 根據你想做的東西 找些什麼人 去塞在影片裡 都真的是看 你好不好看 找到你想找的人 你為甚麼搭一條橋 去到一個當地的 一個學校 或者找一個美女來幫你做訪問 通常都是 找一些旅行社 找他幫你搭 我雖然在學習西班牙文 但距離真的流利 E-mail 溝通 還有很多距離 而且你去到南美人都知道 你問他的東西 他不會回覆你 或者E-mail 限制 你約他的東西 在最後一刻他就會出現 南美的文化 和亞洲的文化很不一樣 所以我有時候 你不能靠自己去約 你根本就是約不到 所以你是靠當地一個 然後你便批他 然後你便給他一些要求 我要甚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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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否幫我約他 但我發現 南美的那些 企業員 都是很南美風格的 即是你給了一個請求 他都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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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OK 我幫你約了 聽到 但他會覺得 我們華人或亞洲人做事 很細節 我要拍八小時 然後我約到了 下午1點開始 5點離開 然後 4個小時 但實際他會遲到 是的 那些你便要自己撿散 這些就是南美最困難 你很多東西控制不到 但你控制不到 之餘 很多刺激的事情發生 但不是ANGEL 4 我覺得你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ANGEL 4 因為三大瀑布 那兩大瀑布都去了 只剩ANGEL 4 因為你住的酒店 是安全到超級安全 是 又豪華 又不是超級豪華 即是標榛豪華 但你知道 在森林那些 也不是luxury 但我覺得是 因為當地是靠旅遊業為生 即是沒有伊瓜蘇那些那麼漂亮 因為伊瓜蘇那邊的酒店 真的漂亮得很厲害 一定沒有那些那麼漂亮 但我住的就是歷史最悠久 即是那裡第一個起家 又是坐飛機去看 我甚麼都試穿 坐船 直升機 飛機 全部都試 即是跟Victoria Force 和伊瓜蘇都是這樣 三人都要玩慘 很肉空地玩這瀑布 但英中方我覺得值得去 這個值得去 另一個我自己很想去的 就是哥倫比亞有一個 Inca Trial 即是Loss City 那個又是很堅強的 我走了 甚麼走了 Loss City 行不行 因為那裡我不敢去 是因為有很多游擊隊 我幾年前做了搜尋 不知道現在是否 現在不是 現在安全很多 即是沒有游擊隊在中間 以前那裡有些人說是種大麻 或是種鴉片的地方 雖然很危險 對 但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都是游客的 我覺得就不太大期望 即是不會像Marchu Picchu 你上去後會見到一些遺跡 但它不是一個 你在最高峰 好像Marchu Picchu 可以看整個古城 即是變相了 簡單來說 你沒有航拍機 其實你看不到那個陣線 我那時候飛航拍機 哇 挺漂亮的 但我又在那裡 如果沒有就什麼也看不到 都看不到 是的 那整個南美中 你知道你最難忘在哪裏嗎 我記得還有一個島 那個島上的人很多 我最近出了一段影片 巴拿馬 是的 巴拿馬 即是有些原住民在島上 還有你有沒有過巴拿馬 有看 但沒有過 那些通常過楚遊輪 楚遊輪 楚遊輪比英國人想看好 因為它好像升降機一樣 即是升降機 今天跌你下來 未拍遊輪 遲些機會 你想去哪裏上去的 你已經去了那麼多 全世界都上去 現在有幾個國家 64 64 還有130 129 193個國家 129個國家 是的 下一步去哪裏 會先進修西班牙文 之後再去南美 即是你的目標都是南美 是的 外面的小島 Galapagas East Island 那些 甚麼 人們經常說我去南美 但我到現在 一兩年 我只去了兩個國家 南美 是的 因為我在中美洲 九十歲 哥倫比亞 兩個最小的 上面那兩個最小的 巴西以前做事去過 但其實我中間那些到現在都未去 即是Peru、Chili、Argentina 那些全部都未去的 Agrado的那些味道 Agrado很值得去 雖然很小 很值得沒玩 但我打算下年就探索一下 我也是覺得我要讀多些西班牙文 我拍的東西才會做 好看 你可以用溝通到 香港沒有甚麼主持會說西班牙文的 少一點 或者懂得說西班牙文的人 都不是拍片那些 所以就希望 非洲和中亞中東 是否在你的巴西里面 非洲就最尾 很辛苦 最堅困是非洲 你知道的 即是你去非洲 特別是中和西是頂不上的 你要backpack去非洲很困難 你要豪華遊去非洲很貴 很多錢 那你又很難中間 以遺赴今時今日的地位 應該有公司很贊助你 不要說這些 我不知道 但我非洲就覺得 以前去過做事 就覺得很荒蕪 就不是真的那麼特別 要是你做了北非 東非 南非先 中和西是最好才做 做了南美 南美也是你的first variety 南美先 然後可能就會 南美真是最漂亮 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去了七次 我去了 我只剩下 瑞麗瑞拉未去 以及旁邊的蘇…蘇亜蘭 蘇亜蘭未去 它有三個 和屬 英屬和法屬 是 那三個未去 我全部都去了 是 那我下次再去 可能我真的 真是會有水拉 加上三個 英屬和法屬 和蘇亜蘭 可以 可以 其他那些 如果我建議你下次 其實玻璃圍亞很棒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是南美入面 第一是最窮 它是Innetblog的國家 越窮的國家越好玩 最適合你的風格 會呀會呀 無論如何都會走整個南美 然後我剛去的那個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是最窮的 阿富汗是亞洲最窮 No.1的 阿富汗是好玩 適合你去的 因為比較堅強 哈哈哈哈 我都會好玩 你頂得住 你現在開始玩汗 我頂得住的 不過就看看 我覺得是時機而已 是是是 我經常去這些地方 都是在想時機貪力 何時適合去 現在你會不會帶團 有需要賣蟹告白 嗯 敷了 嘩 這麼快敷了 一團而已 去哪裡 去蒙古而已 哦 蒙古 蒙古易時 所以就是 蒙古輕劇 簡單 近 對 大家要跟團的話 要去蒙古 記得跟義父 希望你帶多些不同的 程度 不同精彩的故事 給我們 謝謝你 繼續加油 你也要加油 加油 多謝你 拜拜 這一次來阿烏汗旅遊 因為有了相名聲做領隊 讓我們的阿烏汗旅遊 充滿了光輝和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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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還有 brightaining 小叫巧克力 阿烏汗旅遊 大家好 為何